現在我們要進入第一講的第三節,也就是我們要來談電廠。 在前一節裡面我們跟為你談了電鶴怎麼被發現的, 還有電鶴跟電鶴之間交互作用的定量描述,也就是庫倫定律。 在這一節裡面我們來談一談電廠,這個是聽起來比電鶴更抽象的概念。 大致上的理解呢,你可以把電鶴想成,就是電鶴造成的影響力的勢力範圍。 那我們會先從到底什麼是場來描述這件事情。 而且我先跟各位溝通為什麼場這個概念事實上是一個在思想上非常重要的突破。 然後我們來談一談電場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那麼電場這個概念呢,事實上一開始是法拉第提出來的。 那麼它的概念是因為它沒有辦法用數學很清楚的描述電跟電的交互作用的影響。 所以呢它用電力線的概念來畫這個電場的想像的結構。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不見得一定要數學非常好才能夠來描述物理。 你可以用直觀的想像,足夠好的圖像或是語言的描述方式,一樣可以做物理學的研究。 然後最後呢,我們來談一下剛剛講的很多電力跟重力之間的力學的方程式的相關。 在場這個部分呢,我們也可以拿來做一個比較。 所以我們先從什麼是場這個概念先來稍微談一下。 所以我們先從到底什麼是場的概念來跟各位聊一聊。 那麼我們要回到重力的研究。 從重力的研究裡面呢,科學家已經知道物體呢,不用互相接觸就可以產生交互作用力。 就像天空的兩個星星。 他們不用互相碰到,就可以有互相的重力的吸引。 那麼從前的科學家呢,把這個稱之為超距離。 意思就是不用接觸就有交互作用的概念。 電荷跟電力呢,顯然也是一種超距離。 兩個電荷不用互相接觸,他們也會互相產生性或是排斥力量。 所以它似乎也是一種超距離。 可是超距離這個描述,事實上並沒有講清楚到底是怎麼作用。 那麼法拉第最重要的概念呢,就是他引入了場的概念來解釋這個不用互相接觸就可以產生交互作用的概念。 他怎麼講呢? 他的最核心的概念的改變是在於電力的作用並不是真的是超距。 而是在於呢,透過一個所謂的電場的媒介,讓兩個相距很遠的電荷呢,可以產生互相的影響。 什麼意思呢? 仔細來說是這樣的。 他認為呢,帶電體Q1跟帶電體Q2,兩個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呢,並不是Q1直接作用在Q2身上。 而是在帶電體Q1周圍呢,先建立一個電場。 另外一個帶電體Q2呢,泡在這個電場裡面。 那麼這個Q2所受到的力呢,事實上是這個場對Q2所造成的作用力,而不是Q1直接對Q2造成的作用力。 這是法拉第在所謂的場的概念裡面呢,跟傳統的超距離的概念最核心的差異。 那麼法拉第呢,可以說是19世紀最大的實驗物理學家。 他在非常多方面呢,都有很重要的進展。 譬如說在物理上面呢,剛剛說他提出場的概念。 那麼呢,他也發現了所謂的電磁感應,這個在後面的章節會在提到。 就是電跟磁呢,可以交互作用,互相產生。 那麼因為這個電磁感應的影響呢,他也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部馬達發電機。 所以也有人稱他是電機工程之父。 因為要能夠產生好的電源,才能夠有後面所有的這些電機工程的一個研究。 那除了物理跟電機方面,他在化學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研究的發現。 譬如說所謂的法拉第電解定律,還有他也是第一個發現本的人。 那麼關於法拉第呢,他有非常多的豐功偉業。 這個部分呢,我邀請各位來閱讀這本法拉第的故事。 你會發現呢,他的研究方面不只是有非常多的新的進展。 更重要的事情,這個人非常非常的謙虛。 他的出身呢,相當的低微,但是靠著自己的努力呢,在科學上做出非常非常多重要的發現。 所以呢,是一個非常值得推薦各位閱讀的一本書。 那這本書呢,是由台大教授張文亮所著。 文筆也非常的清晰,所以很鼓勵各位來看一看。 那麼在電廠到底有多大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我們從剛剛的描述已經可以理解。 電廠的概念是在描述物體受到力的大小。 所以我們剛剛在前一集裡面呢,已經提到過兩個代電體之間呢, 它的作用力可以用庫倫定律描述。 就像這邊看到這個式子。 而電廠的概念呢,是Q1產生的廠造成Q2獲得作用力。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Q1產生的電廠大小定義成Q2得到的力,就是上面這個F等於KQ1Q2除以R平方。 得這個F去除以Q2,就得到K乘上Q1除以R平方這樣的像。 這一個大小呢,就可以稱之為是Q1產生的電廠大小的定義。 而這裡面的電廠呢,事實上是個向量,因為力是一個向量。 所以電廠的方向呢,就是這個正電荷。 如果Q2是個正電荷的話,它所受的電力的方向,定義為這裡的電廠的方向。 那電廠的單位呢,是牛頓除以庫輪。 從這個F除以Q2這個概念的定義,你看得出來這個單位,F的單位是牛頓,Q的單位是庫輪。 所以它的單位是牛頓除以庫輪。 那關於電廠呢,有一些事情要跟各位稍微再多說明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的描述,希望你可以想像電廠的概念呢,就是電荷勢力範圍的空間分佈。 我們剛剛的定量的說明了,電廠呢,可以把它翻譯成單位電荷所受的電力。 再一次,這就是一個電荷所造成的視力範圍。 所以呢,實際上來說呢,對於一個帶電體,你可以用一個測試電荷。 就像助教廠在示範師裡面有一個小球,讓它帶電之後呢,靠近一個大的帶電源。 可以用來測試這個大的帶電源周圍的電廠的分佈。 那麼,實際上呢,我們可以用這個小小的測試電荷呢,來進行一個大的帶電體周圍的電廠量測。 那每一個位置的,把這個電荷放上去之後呢,都會得到一個力。 把這個力呢,除以這個測試電荷的電量,就是這個位置的電廠。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成,我把這個小電荷放在這個大的電荷區的附近呢,每一個位置都會有一個不同的受力。 每一個位置的受力呢,去除以它的電荷量,就是這個電廠的空間分佈。 所以基本上這個廠呢,是在空間上每一個位置都不一樣的。 那需要稍微說明一下是,這個測試電荷存不存在,跟電廠並沒有關係喔。 電廠即使沒有測試電荷也存在,我們只是透過測試電荷這個小電荷,來看到電廠這個現象而已。 那你會覺得說,這個廠的概念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它跟庫倫定律講的不是同一件事情嗎? 所以我在這邊要稍微再強調一次,廠這個概念事實上是一個在思考上面的重大突破,為什麼呢? 因為牛頓定律也好,庫倫定律也好,他們都是描述交互作用力的大小,但是並沒有說明這個交互作用力的具體內容怎麼來的。 19世紀的時候呢,大部分研究重力跟電力的科學家呢,都相信所謂超距離。 仔細的說呢,就是他們相信的事情是,兩個電荷之間的作用力是Q1,直接作用在Q2身上。 這樣叫超距,就是他們不用接觸,互相之間會有影響。 但是法拉第相信的事情是近距離,什麼意思呢?他相信物體要碰到,才會有交互作用的產生。 也就是說呢,電荷之間的交互作用呢,雖然電荷跟電荷之間離得很遠,但是電荷, 產生了一個電荷,這個電荷跟另外一個電荷接觸。 就譬如說Q1產生的電荷,Q2跟這個電荷接觸,因此而受到作用力。 所以這在思考上是跟傳統的超距離的概念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這是為什麼法拉第提出的這個概念是一個思考上的非常重大的一個突破。 那麼法拉第事實上是一個數學非常不好的人。 所以他對於這個整個電荷的想像是個非常非常直觀的想像,就像下面這個圖一樣。 他的想像呢,是電荷的周圍呢,充滿了力線。 那麼這個力線呢,可以把電荷連在一起。 他想像中的力線呢,就好像是橡皮筋綁成了彈簧繩一樣的一個例子,一個情況。 所以呢,在電荷之間呢,有這樣子的一個橡皮筋做的繩子把它連結起來。 因此呢,可以產生拉扯,或是把它推離開的一個力量。 那麼所謂的電場呢,在他的想像中呢,就是這些電力線的空間分布。 法拉第在想這些電力線的時候呢,是有下一些定義的。 所以我們來談一下這些電力線的定義。 他對於電力線的概念呢,是電力線呢,永遠是從正電荷出發進入負電荷。 然後呢,電力線的密度呢,就對應於電場的強弱。 也就是說電力線的密度越高呢,這個局部的位置的電場就越強。 那麼所謂的密度呢,是對於單位面積來說,垂直通過這個面積的場。 電力線的數目呢,會跟這個電場大小呢,呈正比。 然後呢,另外一個電力線的中央的概念是呢,因為電力場中呢,各個點只有受到一個力。 所以呢,電力線不會互相交匯。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從助教的示範實驗裡面呢,可以看得出來,當他放一個大的金屬球的時候呢,放一個小的物體在附近的時候呢,每一個位置這個物體只會受到一個力。 所以呢,當他移動這個物體的時候呢,每一個位置受到不同的力。 這個每一個力,就是那個位置的電場的方向。 那每一個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法拉第從這個實驗的觀察結果呢,感覺得出來電力線不會強交。 然後最後有一個定義是,電力線的分佈呢,基本上會跟著電源的運動或是電源的變化而改變。 就是如果電源開始移動或是電源的電量忽然變多或變少,電力線會跟著改變。 但如果電源不變的話呢,原則上電力線也不變。 那麼除了正電荷跟負電荷之外呢,如果我們把一正一負的電荷呢,擺在一起,這就稱為所謂的電偶級。 電偶級的意思呢,是兩個電性相反,但電量相同的電荷放在一起。 那麼它們之間呢,就會產生一個很強大的作用力。 那麼這個地方的電力線的分佈呢,就如同剛剛所說的,它會從正電荷出發進入負電荷。 而且呢,從正電荷出發的電力線的數目呢,一定跟回到負電荷的電力線數目是一樣多的。 那麼在這個電偶級中間呢,你可以從電力線的密度看得出來呢,電場最強的地方呢,是在兩個電偶級的正中央連線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電力線密度最密,電場最強。 那在往上或往下,遠離電偶級的位置呢,它的電力線密度就會變輸,也就是電場會變弱的意思。 所以呢,我們也要請豬腳來做一個示範實驗,讓大家看得見電力線跟電場的分佈。 這是一台飯式起電機。 現在打開電源,讓上方大顆金屬球帶有正電。 由於靜電感應的關係,小顆金屬球會帶有負電。 那我們把棉花放在兩顆金屬球中間的時候,因為棉花在受到電場牽引。 我們可以看到兩顆金屬球之間,電場的分佈。 那我們現在要利用電偶級來指出,看此起電機附近的電場方向。 那製造的電偶級,只要把兩個金屬球一邊靠近起電機,一邊遠離起電機。 然後再用一個導線,把他們兩個互相連接。 這樣子的話,遠離了這顆金屬球就會帶正電,這顆就是帶負電。 所以我們就製造出一個電偶級。 那電偶級它會沿著電場的方向指正。 所以像我現在靠近這個金屬球,會發現這邊電場方向是沿著這個方向橫的指出來。 那我把電偶級移到這顆金屬球的上面,會發現這邊電場方向是斜上的指出去。 再移到金屬球的下面,會發現電場方向是往斜下的指出來。 所以在這顆金屬球附近的電場方向全部都是沿著鏡向,也就是沿著鏡向外指的方向。 那我們這邊稍微來談一下電場跟重力場的比較。 所以我們知道,在重力裡面呢,單位質量M0,受到另外一個質量大M,所吸引的重力呢,可以定義成這個式子F等於R平方分之GM乘上M0。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很類似的方法來定義大M,這個質量呢,產生的重力場呢,是受到了力除上M0這個質量。 也就是,這就相當於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呢,這個重力加速度的大小呢,是這個G乘上大M除以R平方。 這個定義的方式呢,跟電場比較,看得出來他們相同的方式都是平方反比。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呢,在重力這個地方呢,沒有所謂的同性跟異性。 也就是說呢,永遠都是一個吸引的力量。方向呢,永遠都指向質量的中心。 這是跟電場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有個很有趣的思考的概念是說,你看從重力跟電力的相關性,我們或許可以想像質量跟電荷搞不好是有關聯的。 那麼這個之間的連結呢,目前還沒有人發現,到底什麼是這中間具體的連結。 這個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可以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題目。 那麼在剛剛這一段裡面呢,我希望各位能夠看到的一個概念是呢,想像力往往比學了多少知識還要重要。 雖然法利利沒有收過高等教育,他沒有辦法用非常精確的數學語言來描述電場的概念。 但是他有非常好的想像力來想到電荷跟電荷之間的作用力呢,事實上是靠場來描述。 而不是靠所謂的很不清楚的概念的超距離來描述。 在這個部分呢,我也希望鼓勵各位呢,在訓練自己的學術的發展的時候呢,要多從磨練想像力這個方向來著手。 而不是從收集很多很多的知識來著手。 那麼法拉第建立這個場的概念呢,後面其實影響非常非常多。 在法拉第的建立電場這個概念的時候呢,他從此提出來一個想法是,這個場的建立,還有這個場如果要改變的話呢,它的概念很像是水波一樣。 這個場如果再改變,這個改變呢,會靠著某種介質的傳遞,傳遞出去。 而且這個傳遞的速度會非常非常快。 那它的想法是,場的建立會需要時間。 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一個帶電體忽然產生變化。 比如說忽然多了一個正電荷,或是這個電荷在這邊抖動。 這個忽然的變化,不可能瞬間在所有空間同時都建立跟著場的變化。 代電體本身發生變化的話,場也會跟著變,但這個需要時間。 所以跟著這個想法,事實上就引導出後來的電磁波的理論。 也就是說,代電體在震盪的時候呢,周圍的電場,會跟著產生震盪。 這個震盪的傳遞,就是所謂的電磁波。 不過精確的描述,要等到30年後,Maxwell用數學語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論,來描述法拉第的電力線的概念。 才能夠建立起來。不過在這地方,我希望你能夠看得出來的地方是,法拉第雖然沒有用數學語言來描述。 但他已經用非常漂亮的概念性的描述,告訴你這個電磁波可能是存在的。 那從這個地方呢,我也希望你能夠看到呢,法拉第並不是憑空想出來,這個場的傳播需要時間。 它是跟水波的類比,來建立起這個概念的。 所以我希望你再一次能夠看到,在科學研究上面,把不同的現象之間聯想起來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在這一集的最後呢,我們有一個隨堂測驗是,這些關於電場跟電力線的描述,哪一個是不正確的呢? 在科學研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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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學研究章